一人佑聖和台中市副市長王玉敏舉杯合影 他日前出席 台中市民也參日宣傳 卻因為捲入性騷案 愛家好男人形象一夕翻車 台中市府開閘代言人 戶外健康陽光 而且必須要重視家庭價值 那這就是我們當初找佑聖的原因 因為他符合這些條件 不過從最近發生的事情看起來 他已經不符合我們的形象要求 台中市府當初責定 代言人標準已住在台中 家庭形象為家當作考量 加上正面陽光清新形象 當時認為右聖符合條件 近遭事件爆發後 台中市府決定解除委託 台中市民也參日 今年舉辦第二屆 原定五月七號也參 因大禹延辦 代言人又勝面臨遭撤換的命運 將換誰接棒 台中市府尚未給出答案 三立新聞另外致陳一姐台中報導